主席 主席、沈署長、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委員同仁 是不是請沈署長 林委員早 署長早 最近環保署好像是有要在推動針對於百貨公司大賣場美食街 希望他們不提供免洗的筷子 這個部分當然用意非常的好 以前在郝龍斌郝署長任內 當時也希望能夠推動所謂的塑膠袋 這個不要提供 但是到最後 似乎雷聲大雨點小 我們不能說它完全沒有成效 是有它的一些成效 但是究竟還是不夠的 現在署長特別要推動在這些大賣場 美食街 希望這些商店不主動提供免洗筷子 針對這個部分 請問環保署有什麼具體的宣導措施 或者能怎麼樣的方法 能夠確保 讓它達到一定的成效 謝謝 在這種時候他們就很欣然的配合 因為他這樣對一些顧客 他可以很清楚交代 環保署希望他們這樣做 然後大家一致的做 那麼做法上就是說 除非他來要 否則的話就不主動提供 也不放在可見的地方 這樣鼓勵大家能夠自己自備殘局 是這樣的一個 那現在環保署的做法是用鼓勵 勸導的方式還有沒有更積極有效的做法 是 那我們這個處長這邊的一些其他的規劃 就是我們施行一陣之後 如果成效也是不錯的時候 因為現在我們看看上半年 我們就減少了572萬雙的這樣的一個筷子了 我們可以把它擴大我們的對象 透過每一個像大型的賣場的話 先這個MOU等於是備忘錄的方式 來做這些事情 這樣可以再度擴大它的實施範圍 好 謝謝師 本席在這裡提出來 也只是希望環保署要推動這個政策 不是在嘴巴講講 或者就是這樣去宣導宣導 那如果沒有一些具體的措施跟做法的話 我相信這個到最後還是雷聲大雨點小 所能收到的成效是很有限的 所以希望環保署這個部分能夠更積極一些 那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再過兩天就是中秋節 那這些年來中秋節 好像都有一個不成文的傳統或習慣 其實稱不上傳統 變成民眾的一些習慣 中秋節團圓 團圓做什麼 不只是吃月餅 最主要是團圓烤肉 那麼這個部分 甚至很多的政府機關 甚至帶動 來大型烤肉 製造空氣污染 製造溫室氣體 那麼針對於中秋烤肉 這樣子的一種民間不成文的這種習慣 請問這個署長 你對於中秋烤肉 這一點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是 林委員關心的這個問題 在外界也很多的一個不同的看法 基本上我們環保署在過去 有特別在這個烤肉的之前後 做空氣品質的這些策戰的分析 你發現特別是烤肉的那幾天 那個污染物的這個上升的現象非常明顯 在我們的策戰裡面 所以我想烤肉主要是大家聚在那邊呢 因為這種烤的東西多少 比較高的致癌性的物質 所以我們是讓大家希望了解到這樣的做法 其實對聚在那邊人的健康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能夠 不必用烤的 你可以用煮的 那煮的東西也不一定要肉 我們也鼓勵大家在現在的情況 多吃素食少吃肉 那當然為了慶祝一下 偶然吃吃的多一點是可以的 但基本上我們希望逃這個方向去 大家有個共識有個努力的話 應該會讓對自己的健康也好 對地球的健康也好 本期在這裡不只是希望 署長在立法院去做這樣的一個宣誓 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個具體的做法 甚至對外的宣誓 那環保署在這一部分 有沒有大力去宣導 或者是設計一些能夠真正感動 人心的一些縮帖 勸導大家中秋佳節 大家合家團圓 但是不一定要烤肉 這個部分 環保署責無旁貸 我們過去就是在中秋佳前的一陣子 我們都會發布新聞稿 然後同時跟地方 也要他們地方多做宣導 例如說我們知道最近好像台中吧 他們就做了一個一致的決定 說不許可在公共的這樣的一些場地去做烤肉 就只有這樣 那環保署的做法是什麼 環保署還是您講的 加強宣導 包括我們自己的這個綠網上 我們都會放出這樣的一些訊息 這個部分似乎太消極了一點 署長是不是怕說正式對外這樣子強調宣告 會激起肉傷去抗議 嗯 倒沒有想到那麼多了 不過當我們做完之後他們都會跑來抗議 是有這個現象 那署長是怕肉傷跑來抗議 所以不敢大聲的說就發個新聞稿 其實中秋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那麼一天 就那麼一天 難道署長你站在環保署 希望能夠推動節能減碳這樣一個政策 當然你說的民眾也不一定聽 但是我覺得這種理念的宣導是很重要 如果身兼 這個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這個最主要的最高的一個機關 都不敢正式對外大聲的說 我想我們節能減碳 這個效果你說要做到多好 我存疑啊 因為你會怕嘛 怕到部分人的抗議 然後你就不敢講 只發個新聞稿 向委員報告 都不是怕 我想我們確實在很多的文宣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多吃素食少吃肉 而且是我們的十大 減的減碳無悔措施裡面一項 所以我們還鼓勵大家來抽獎 來知道身體力行 這個部分我了解 只是說現在中秋加節 真的很多地方都在 他就以為中秋節就是烤肉節 而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都以為真正中秋節 不只是吃月餅 其實一般的現在我們的下一代 他不這樣認為了 因為他所看到的中秋節就是烤肉節 這樣子的一種傳播 這種理念的傳播 這是一種誤導 那麼我覺得 這個署長 你身負這樣的一個重任 不要怕民眾反彈 其實你只是宣導你的理念 那其實這是一種生活方式 那吃肉 吃素 這是個人的選擇 但是因為你是環保署署署長 台灣地區製造全世界的溫室氣體 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我們總人口佔全世界的0.35% 但是製造溫室氣體佔全世界將近1% 台灣製造溫室氣體的量 以人均這個排放量 是全世界的3倍 剛剛署長也特別提到 高頻地區是最最高的 大概幾倍 是全世界平均的幾倍 8倍 那當然政府 現在針對這個部分雷厲風行 希望能夠怎麼樣來節能減碳 能夠去發展綠能源 各種方式都做 那環保署也特別提出 所謂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 但是本習在這裡要特別強調 很多替代能源 這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你們發覺這很慢 我們如何讓民眾在日常生活之中 舉手之勞就可以做的 這就很像少開點冷氣 多走樓梯 不要搭電梯等等 這都是日常可行的一個 一個可以做的 但是在吃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應該負起這個責任來 告訴民眾 少吃肉 多吃素它是可以節能減碳 它是最直接的而且效用非常的大 我們不要把這件事情看作宗教 我們把它看作最起碼是對自己的健康 最起碼對我們的下一代 最近八八水災造成的這樣的一個傷害 你看傷害多大 前兩天菲律賓一個 一個小颱風 那原來是小颱風啊 竟然它可以淹水淹到馬尼拉八成都淹了 造成的傷害為什麼會是這樣 以前不會這樣發生的 因為 整個溫室氣體溫室效應造成 旱災 不該旱災的地方旱災 不該這個咒雨的地方下大雨 所以這個部分非常的嚴重 所以這個署長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環保署多做一些 藉這個機會我只是說中秋節快到了 鼓勵大家 你要烤肉 你也可以烤別的東西 不一定要烤肉 這只是勸導 我們又沒有法律上的執行 但是嘴巴要講出來 嘴巴要講出來 那麼現在世界各國很多民間的組織 深深體會的到 肉食對於製造溫室氣體非常的嚴重 全世界溫室氣體裡面有百分之十八 是畜牧業產生的 我們全世界陸海空山均所有的交通工具 加起來製造溫室氣體佔多少 百分之十四 但是畜牧業竟然佔到百分之十八 這個非常可怕的 所以吃肉等於製造溫室氣體 這是所有專家研究出來 舉例來講 是一公斤的牛肉 它製造三十六點四公斤的二氧化碳 這是非常的明顯的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民間組織都在推動 周一無肉日 美國英國也都在推動 甚至比利時的根特市 他們全市發動 每個禮拜四全市無肉日 一個都市它宣誓 每個禮拜四無肉日 像這個部分都是非常具體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我也了解 這個署長非常 平常都在響應 不只是一週一天素 那吳院長 我那天在質詢的時候 他說他一週吃兩天的素 其實就是以實際行動 我是一天兩餐素 好 這個這一點 這個我非常對署長欽佩 但是因為你是署長 因為你是署長 不是只有你自己 我希望你要站出來 你要去推展 告訴大家這個理念 至於是不是要多吃素 少吃肉 民眾聽了他自然會去做抉擇 你只要分析清楚就夠了 所以希望署長針對這個部分 一定要積極一些 我不要落後其他各國 好吧謝謝 謝謝